最近风很大的这个肩颈按摩仪到底好不好用 全网应该没有像我讲的这么详实的测评视频了 它就跟平时的我们用的那种肩颈按摩仪不太一样 是上下两组这种像机械手一样的结构啊 普通的我们就是里面一个三个球 然后在那转呢 打开看一下 它就是这种像手捏一样的 类似于这种形成轨迹的 放肩膀上之后 这个部位它会夹你的那个斜方肌 然后它这中间会夹你的颈椎 就这样子 得在后面扣 我说实话 如果你是体型稍微有点胖了 体型有点胖了 你的手要是卡不到这还不好戴 还得让人帮你戴 档位加热跟速度都在这调节 但是它没有指示灯 也没有提示音 然后这只手就不好操作 肯定得这只手得往下这样看 我觉得整体用的不是特别方便 就这个点 你看这它就是这样来回扭动 捏捏你这个脖子这一侧 平时其实我们就是不太舒服的时候 按摩其实还特别想按到这个部位 但是普通的肩颈仪它是没有的 我这个带了一下感觉 它这个按摩跟普通的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挺舒服的 从背面的角度来看一下 它这个揉捏的过程 它这两个夹的间距还蛮小的 你看最薄的时候就一指的厚度 所以如果我们像我们男的 斜方姬比较厚 最后那一下夹的还挺紧的挺痛的 我感觉 但是我叫我老婆设了一下 他这边可能就斜方姬比较薄 他就没有很痛的感觉 就比较合适 总结一下 它这个结构改变之后 捏的都是我们这些肉 都是肉的部位 不像以前那种老式的肩颈按摩衣 就几个球在你的骨头上卡卡卡 然后卡的特别痛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优点 然后我觉得有点缺点的地方 就是一个控制这一块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肩制 它是没法调整的 反正最小就是那么一指的厚度 如果你斜方姬大 夹的还是蛮痛的 当然你可以把它带的不那么紧 但是不那么紧 我觉得那一块肉夹的也没那么到位了 这个就是比较纠结的点 整体来说优点还是多过缺点的 比老式那种肩颈按摩衣 确实要舒服得多 当然价格确实也稍微高一点